上品末说不退转菩萨的特征相貌 现在应该要试验 要检验 要具备哪些特征才是真正的不退转菩萨 第一个是不执着身般若 于生般若中来检验一下他是不是有执着 如果执着就不是阿比巴之菩萨 若不执着那才是不退转菩萨像 行般若的菩萨有两种 一者因般若薄密来观一切法必尽空 而菩萨自己也必尽空 当然菩萨本身也不执着了 第二他虽然以菩萨来观其他的法必尽空 但是却不能够观菩萨本身也空 就是还留一个尾巴 所以这里特别提到连菩萨也不执着 能够观他毕竟空 那才是不对着菩萨的相貌 第二 智政不由他 菩萨行身般若实 不以他人语为奸要 亦不随他教而行 我们对照角著161 贤账大师的翻译 诸有不退转菩萨谋杀 行身般若波罗密多使 不观他与其他教界 以为真要 所以这个奸要 奸要 我插一下梵文 它是最优良的部分 坚固核心的意思 所以奸要 玄奈大师翻成真要 认为是最优良 最核心 最坚固的 非但信他而有所做 所以这个论也会解释 就是不退转菩萨 他真正正般若的时候 即使佛现身跟他说 以前是骗你的 那时候他因为正德实相了 不会受别人的言语所动摇 再来不为诸祸谦 就不退转菩萨 不被贪嗔痴 三心所谦 再来不退转菩萨 常不远离遛波罗蜜 第五 这样的不退转菩萨 听闻身般若的时候 心不经 不莫不布 不慰 不后悔 他很欢喜 好要听闻般若 不只听闻 还受词读诵正义念 如今所说 确实去实践 当之菩萨过去世 已经听闻身般若 已经受词读诵 为人解说正义念 大政障这里是用问 不过比对范本 还有贤上大师的翻译 还有后面论的解释 都是做文 就过去已经听闻 听闻身般若 而且受词正义念 何以故 菩萨有大威得故 听闻身般若 心不经步 不沉默 不后悔 欢喜好要听闻受词 乃至正义念 波瑞波罗蜜